体育消息来关注我国选手在瑞士羽毛球公开赛的最新战报 在超级300赛男双首圈 我国男双自由人王耀新和张玉宇 第一圈就遭遇苦战 后来迎头赶上以2比1逆转美国对手 成功打入16强 新一组合先是以21比23在第一局赤下败仗 后来与两局21比12扭转局势淘汰美国对手 稍后陆续登场的包括我国男单李子佳 对了俄罗斯对手 男双吴卫生和陈卫强对垒丹麦对手 女双宗美军和李明燕对垒英格兰对手等等 另外我国的女双叶琳和张美新退赛 泰国队不战而胜